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上1万036线 韩国亦是高位 即是一直谈判亚洲区理 先谈谈A股 户子升0.22% 收到3,090点 成交产一个1583亿 深城指数方面是0.59% 第9845点 成交产一个1913亿 创业板上升了0.23% 收在1778点 达到543亿 国内A股好像没有变化 但昨天也算是高开 亚洲区已经上升 但中国是否叫升 因为它先跌下去 昨天说到一带一路公封会那么重要 为何没有受惠到现在看到国内的公司 是因为一路以来的更容改革问题 昨天也不记得说 如果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有过高峰会 究竟我们有何投资产品可以做 昨天很想告诉我们是港人 可能比较熟悉这次一带一路的地方 但如果想投资受惠到一带一路的板块 香港有没有选择 有没有这些 例如国内有时候看到鸿安新区 有鸿安概念 但香港好像没有什么是同 如果认识比较少 如果认识铁石可能会好 或者基建的东西可能会好 但又难 不是不对 在所有股票当中找一些商类的股票 都是今个星期升 昨天香港股市上升 主要是银行股 我们经常说是金融中心 我们的恒生指数原则最大是银行股和地产 其他一些其实你发不了 但很多人现在有阿里巴巴 没有阿里巴巴下了市 只剩下腾讯 也有百度 这些可能是一些国内的 但其他可能未必会 即是说香港昨天再上市 到22个月的高位 其实跟传统板块没什么分别 但如果说因为银行有监管问题 国内股市不升 香港银行和房地产 亦因为有资金流离香港 而炒高了地皮 我们是否应该追股这些股票 正如我早前说过 美股的问题一直上升 美金是一直上升 现在港币 昨天好像有同样的迹象 港币跟国内股市跌了先升 昨天港元出现了近期来最大的涨幅 但事实上大家要知道是跌的 但这个迹象是值得大家注意 因为以往我们看到香港股市上升 通常联系汇率都有移动 是应该升 不是跌的 如果是升的话 大家知道是否有钱流入还是流出 起码有一个变化 起码是对方向 每年五六月都要想想MSCI的问题 MSCI今年是否真的会加 现在适合你价格 也看到由于一带一路 国内搞一带一路 其实是利外国人先 因为很简单 要引你进来 空气清新一点 等你们过来 所以你又要想 可能会受惠 是否这样导致股市下低一点 今次三千点不要让我进入 五千一时是太高不想追 现在应该追 因为一路都说如果一进入的话 A股可能会去到新兴市场占20% 要是不加一加新就很大购买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国内是否英国 但又要说 国内如果炒有外资买 也炒十几年 等于国内的房地产有泡沫 也说了十年 连年都有泡沫 所以这件事是否会在今次 一带一路高峰会之后 真的有实质的帮助 因为炒几天就算了 这几件事我都觉得大家可以注意 国内虽然资金控制压力高 但你仍然知道国内的钱是多 只是没有好的项目 例如昨天国内也有提及 有关之前前海人寿的炒几间房地产 现在被保监部罚停止新销售 导致刚刚出现了业势倒退 跌了20% 这件事告诉我 今次的营收少了 原则是因为不能再做万能险 原来国内是很想找办法做一些投资 总之你有创意或真的有收入 会很吸引很多人 反过来也会令到证券或保险公司 因为这些有高的回报利润 而抢去做一些不是很合规的事 买保险买你死不死 不是买你赚不赚的 这件事大家可以注意 我反而觉得是一些初期现象 因为我刚刚叫做发展金融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 虽然中国来说 金融都开发了很久 但始终未去到一个成数阶段 样东西都好像是一个初期的状态 这类似我们刚才咪前问的问题 现在国内金融仍然是 我仍是看着你 我仍是急着你 我让你进来 我都会看着 大家应该知道 上星期美国和中国 在新的高层对话之中 谈谈了 有关金融开放 但也想知道 金融开放到多少 因为美国那边很希望开始 真的踏触到金融行业 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 我只能入股可能20% 不能占大部份 上海开了自由媒体 已经说过容许一些外资 以百分百持股金融业 但你现在还未听到 有这样的东西产生了 其实有的 不过少 起码不是大事 所以这几样东西 大家可以注意 究竟是真的开放还是假开放 不是假开放 反而是因为刚才说完 他要监控 他不能一下子打开门 这一样东西大家要知道 我们认为只有资金融的正规 就是境内或境外的投资者 但那些都是一个额 那些额如果真的美国想进来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现在美国那边很希望进来 做一些所谓网上支付系统 Visa和Master很想进来 你不要叫我和中外合资 不合 因为现在两边一起拎着 你发觉阿里巴巴或百度 甚至微信 想去美国那边做支付系统 其实美国也拎着你 大家在谈 现在国内应该不怕竞争 因为要知道 如果现在进去才布局国内 搞云童话 你和中印的分行比 人家可能有三万间或三十万间 你现在进去可能最快可以追得到 一定是网上 所以美国那边是否希望在这里开放 而中国是否真正要做开放 即使从那个角度去看开放 其实真的要监控一下 因为你刚才说过支付系统 它一旦涌进去的时候 你想想会不会影响货币供应 其实一定会的 所以作为任何一个政府也好 不一定是中国 甚至美国本身 你又试试涌一下钱进去看他怕不怕 所以你要想想这些问题 对啊 所以我们又说回正题 其实我们看国内 近期的发展论真的不错 甚至乎现在说到刚才我们 麦前也说了 现在搞完油期货 其实他真的逐步逐步来 既然我叫做期货专家 你就叫做期货董事 应该说给大家 大家知道国内在金融海啸之后 国内在金融海啸之后 你会知道他一直在说 希望在所谓话语权或定价权方面 能够借助他现在是最大用家 但发觉他没有话语权 其实油价那边 他现在已经开始 问题就是这儿 究竟你现在开这个期货 他们雄心壮志想成为全世界第三 但大家也知道 现在由于美国的热门油 已经令到整个能源市场有些变价 但我现在说的变价是炒的方面 就不是现在我们说他现在开这 会怎样做呢 例如他现在要测试什么 例如油的标准是多少 另外你又要统计 当然是人民币高价 如果人民币报告 其实你参与者又会怎样呢 例如我现在去大陆要买油行不行 有人说炒油行不行 但如果实际上我做的时候 我不是一定要敷交易商 哪些是交易商 国内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都觉得他已经有在 譬如你去到上海 看到有什么鑽石交易所 黄金交易所 外汇交易所 全部都有 但那些全部都是糖水滚糖员自己人 交通银行就是里面的交易商 但他可能连代表都没有在对面 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成交 现在开这个又会不会又是这样 大家知道 其实在这几年里面 国内有自己的大众商品 炒得很瘋 追到金和追到银的外围 那种成交量 原则上如果真的开 的确是有代表性 大家要知道 成交量多才有代表性 有代表性就有参考价值 大家可以留意 这次有没有什么暗示 要看清楚 因为今次他那么着重 原油始终是敏感的产品 所以一旦牵涉在内 虽然现在我估计仍然是国内的交易所 围绕在国内炒卖 甚至土等 但难说的 因为国内任何活动 其实美国务都监着 我知道时间不够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现在美国人见到你这样上来 是否代表他放弃石油 这方面是值得大家关注 一方面有实用的价值 另一方面是战略的问题 其实这方面值得看 不过因为事限关系 不如谈谈其他 昨天欧洲股价亦上升 但欧股仍然受到政治影响 昨天连任方面的问题 今年9月的选举方面 因为突然打了强心针 因为之前被另类选择档打得很厉害 导致自己的故乡选票也跌了四成 但今次他大胜 不过欧洲股市或欧洲市场 应该值得看看 因为其实他开始跟到 或者两月宽松之后 似乎成功了 为何我们觉得欧洲亚洲上升 至少追落后也有这样的效应 即是有上升空间 其实他在追落后之中 已经走到一段时间了 无论经济数据上 不过法国未创新高 英国和德国已创历史新高 收市新高 但法国未创新是6000多点 现在仍然是5000多 所以用回我之前说过的招 不如看看货币和股市如何平衡 应该是会有的 这样看到会比较多空间 持续性有多久 再来看美国 因为美国昨天还可以 我不说股市 股市还可以 但昨天比较特别的 说到数据 经济数据的问题 似乎经济数据 说真的 我觉得是一般 似乎开始有些平平的迹象 反而是巴菲特第一季度的报告 他上周开了股东大会 其实他本身现金仍有很多 而且出清了很多零售股 重磅持续苹果 但苹果有创市值新高 8200亿 所以他应该赚钱 昨天有消息说 苹果会出市场最贵的一部iPhone 去到1000元美金一部 应该说iPhone8 应该会有很多新的亮点 看看是否 其实还有XRC 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杜瓊斯指数 之前创了很多次新高 可能现在要看看 纳指和标准普遍指数 现在要选择股 不是选市 市未必会继续好 但选择股 当投资就要从这些方向去考虑 但因为时间有关系 被人在圈 所以唯有谈到这里 下一个环节再谈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